大家看一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说 假公司与乙公司啊 他签订一个合同 在乙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时候 他提供包括依法对乙公司申请文件 证券发行募集文件进行核查 出具保健意见等 保健服务 你不用管他前面是什么 他就是要做一个保健服务 这个保健服务啊 你注意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用途的 比较独特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用途的 那么乙公司在签订合同时 这个之后啊 支付10%的一个保健费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被受了以后啊 再支付50%的一个保健费 其余40%的保健费啊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后再去支付 以支付的费用啊 无需退还 如果 重点来了 如果因乙公司或其他方的原因 不是我们企业的原因吧 不是假公司的原因就行 他终止合同的时候 如乙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没有被受理 那就不用继续往下抖了呗 假公司无权收取剩余的款项 但可就其发生的拆旅费等直接费用 获取一个补偿 如果是由于乙公司或其他方的原因终止 我能够不能够对我已发生的成本进行一个补偿 我补偿的金额一定是满足成本加合理利润 才满足我们情形三的条件二吧 但是这个题里面他补偿的是什么 不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而是拆旅费 所以他满不满足情形三 不满足情形三 根据相关监管的要求 保健人应当结合禁止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 对发行人进行审慎核查 对其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 重点又来了 这个保健人的工作底稿应当独立去保存十年 也就说我这个保健人 保存吧 他是不是属于情形二 我能够控制 这个客户能够控制待见的商品 能不能不能 因为是我的保健人控制了这些资料 所以不属于情形二 如果已公司更换这个保健机构 新的保健机构需要重新执行原保健机构 以完成的保健工作 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审计去审计一样 你中途换了一家审计单位 那审计人员来 新的审计人员来的时候 还要把你原来这个审计单位 原来这个工作的部分要重新审计嘛 对吧 他不能接着原来审计工作的单位的这个审计工作 再继续做下去 对不对 这个保健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满足我们的情形一了呗 假定这个合同不涵盖 承销服务以及上市后的持续督导等其他服务 那只有这个保健服务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应用指南当中 对这个例题是如何解释的 在本例当中啊 除非假公司完成已公司上市前的全部保健服务 一公司不能从假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本身获益 或将其与其他易于获得的资源一起收益 那么这个保健服务中各项服务本身是不能够明确区分的 同时这个合同所约定的各项服务具有高度观点性 即合同中承诺的各项服务在合同层面是不可区分的 因此假公司提供的保健服务啊属于单项履约义务 这又回顾了一下我们之前讲的单项履约义务的一个判断吧 好他先说了一下这个保健服务啊 是属于一个单项履约义务 那后面再来判断 它是一个点旅行还是一个断旅行呢 如果说已公司在首次发行股票申请过程中 更换保健机构 新的保健机构啊 需要重新执行原保健机构 已完成的一个工作 已公司在假公司履约的同时 并未取得并消耗 假公司提供服务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也就是说一 不满足 二 假公司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啊 独立进行核查并出保健意见 工作地告归假公司所有 且应当独立保存至少十年 已公司能够控制吗 不能够控制假公司正在履行的保健服务 也就是说情形二 客户能够控制在建的商品 也是不满足的 情形二 不满 第三 虽然假公司是针对已公司的具体情况 提出保健服务 但这个服务啊 具有不可替代的用途 是吧 但是 这个合同约定 首付款仅为10% 后续计度款 直到首发申请被受理 即首发完成才支付 并且由于已公司或其他方原因 终止的时候啊 假公司无权收取剩余的款项 仅可就发生的拆旅费等直接费用获取一个补偿 因此上述情况表明假公司并不能 注意他表述的方式 他并不能在整个合同期间内 任一个时点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旅约部分 收取能够补偿其已发生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 三满足吗 三不能满足 三条都不能满足 也就是说他不满足 在某一个时段内旅行的旅约义务条件 他属于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义务 好 刚才我们讲到了某一个时段内旅行的旅约义务 三种情形的一个判断 是吧 那三种情形呢 我的建议是你要把它记牢了 记牢了 会自己表述出来 好 那知道他是一个时段内旅行的旅约义务之后啊 我们要去确定一下 他的收入确认的一些方法 到底他的收入应该是多少 也就是某一个时段内旅行的旅约义务收入确认的方法 那么企业应当啊 按照四个字旅约进度去确认收入 对吧 因为他是时段内的嘛 所以我要根据旅约的进度去确认收入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你要计算旅约进度吧 旅约进度 旅约进度如何去计算呢 企业应当采用恰当的方法确定旅约进度 以使其如实的反应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一种旅约情况啊 那如何去确定这个方法呢 企业应当考虑商品的性质 这个商品啊 包括产品还有一些服务 要去跟要去根据这个产品和服务的一些性质 你看看啊 他是适合产出法 还是适合投入法 产出投入两端是吧 都可以确定他的旅约进度 确定恰当的旅约进度的一个方法 编写在确定旅约进度的时候 应当扣除那些控制权尚未转移给客户的商品和服务 因为现在我们要确认收入啦 那你的控制权没有转移 那你肯定要把它扣掉嘛 你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嘛 第一产出法 这个产出法是根据移转移给客户的商品 对于客户的价值去确定旅约进度 产出端嘛 是吧 产出端 我转移给客户多少商品和我客户最终总的一个价值 一个比例 就是我的旅约进度呗 主要包括比如说我实际测量完工进度 评估已实现的结果 以达到的里程碑呀 时间进度啊 以完工或交付的产品呀 等等去确认旅约进度的一些方法 都是产出端 当产出法所需要的信息啊 无法直接通过观察获得的时候 这个企业为获得这些信息啊 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就用投入法 那么实际当中啊 投入法是要比产出法用的更多的 因为投入法 从我们投入端 从我们企业这个端 这个端啊 能够看到我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我投入到底是多少 我能够有直接的一个数据 但是产出法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数据啊 你找不到啊 拿不到 比如说这个客户的一些价值 你拿不到这个数据 所以产出法相对来说 比投入法要难一点 但是你还是要根据商品的性质 来去确定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这个假企业 与客户签订了一个合同 为这个客户啊 拥有的一条铁轨啊 他要更换100根铁轨 这个合同价款呢 是10万元 是一个不含税的一个价格 不考虑税费 那么截止到某七年12月31号 这个假公司 他更总共更换了多少根 60根了 剩余部分预计在某八年 3月31号之前完成 这个合同仅包含一项 履业义务更换铁轨 且这个履业义务满足在 某一个时段内履行的条件 那需要根据履业进度 去确认收入呗 这个例子当中 假公司提供的更换铁轨的服务 属于在某一个时段内 履行的履业义务 假公司按照已完成的工作量 确定履业进度 因此截至到某七年12月31号 他已经更换了60根 也就是说他的进度是 60除以100吗 一共100根 客户的价值是100根 我已经产出的是60根 他的履业进度是多少 60% 那确认收入呢 10万元的一个总加款 乘以60% 不就是6万元吗 好 这就是产出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方法 投入法 这个投入法是指 根据企业履行履业义务的投入 去确定我履业的进度 通常可采用投入的材料数量呀 花费的人工工时啊 机器工时啊 发生的成本和时间进度啊 等这些投入的指标去确定我履业的进度 我投入的 你看这些数据 是不是我企业自己能够拿到的一些数据啊 所以 投入法 相对来说 用的更多一点 那在实务当中啊 企业通常按照累计实际发生的成本 这样我预计总成本的一个比例 我们也把它叫做成本法 来确定履业进度 那我后边考题啊 还有这些例题啊 都是讲的这个成本法 直接用我发生的成本 占我预计总成本的一个比例 去计算我的履业进度 那么企业在采用成本法 确定履业进度的时候啊 可能需要对 已发生的成本啊 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刚才不是讲说 要用已发生的这个成本 除以我总的成本啊 这是我的预计数啊 预计的一个总成本 这是作为我成本法计算的一个公式 是吧 那有的时候啊 我需要对这个公式啊 进行一些微调 什么情况 两种情况 第一 已发生的这个成本 并未反映企业履行 其履业义务的进度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分子 已发生的成本 它没有真实的反映出来 我现在完成的一个进度 是什么样的 我的履业进度啊 和这个是不画等号的 举个例子 因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等原因 而导致的一些非正常消耗 包括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啊 直接人工啊 制造费用啊等等 那除非说企业和客户 在定立合同时 已经预见会发生这些成本 并将它包含在合同价款当中了 我已经预见到会有这些损失了 那一般我们预见到的 其实都是一些正常的消耗啊 那么这些非正常的一些消耗 我是不能够考虑进去的 什么意思呢 这些非正常消耗 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要为客户建一个厂房 建一个厂房 但是我这个企业的生产队啊 它没有什么经验 是一些新手 那我刚开始在建的时候啊 我会有很多的非正常消耗 非正常消耗 这些非正常消耗很多啊 我的成本 我已发生的成本就会很高 但是我履业进度 实际上其实是比较低的 如果我用这个公式 是不是就会这个数额就会偏大啊 显得我好像履行了很多这个义务一样 但实际上我是前期发生了很多非正常的消耗 让我的已发生成本增加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啊 你要进行一个调整 第二 已发生的成本 与企业履行其履约义务的进度啊 它是不成比例的 我们讲成比例的情况下 你才能用 以发生成本去除以预计等成本 是吧 那不成比例是什么意思啊 待会我们还会有一个例题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 要为这个客户安装一台电梯 但是安这个电梯啊 这个电梯是需要企业去买的 去买的 那假设 我现在呢 安装整个电梯的这个合同啊 我的价款是一千万 然后这个电梯啊 假设是值800万 也就是说 我整个安装 其实是收200万呗 那我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这个企业 是不是想先要把这个电梯采购来 那你会发现 我刚开始 还没有开始安装呢 我的总 已发生成本 是不是已经到800了 你看 我已发生的这个成本 和我履约的进度 是不是成比例啊 不成比例 那我们在衡量 履约进度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电梯的金额 减掉啊 在这个已发生的成本当中 把它减掉啊 我总成本当中也要去减掉 再去计算 它的一个履约进度 那待会呢 会展示一个例题 刚才我们讲到 已发生的成本 与企业履行 其履约义务的进度啊 不成比例 再多说一下 对于施工中 尚未安装 使用或耗用的 一些商品 或材料成本 当企业在合同开始 就能够预期 将满足下列条件的时候 企业在坦略 采用成本法 确定履约进度的时候 不应包括 这个商品的成本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做一个 电梯的安装工作啊 那么这个电梯的 采购的这个商品 如果要满足 下面这些条件的话 你应该把它扣掉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计算公式啊 把它扣掉 那满足什么条件呢 第一 这个商品啊 不可明确区分 不构成单项旅约义务 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讲的 你采购这个电梯 和你安装 它是构成一项 旅约义务吧 它是不能够分开的 不能够分开的 因为这个采购啊 也是你企业 需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你去采购这个电梯 然后给我安装 是一项旅约义务 它是连在一起的 不能分开 做单项旅约义务 二是这个客户啊 先取得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之后才接受 与之相关的一个服务 什么意思呢 我要先让这个企业 去帮我把这个电梯 采购来啊 采购来之后 这个电梯的所有权是谁啊 必然是我的 这个客户啊 是吧 客户拥有这个所有权 之后我才会接受这个服务 这个安装服务啊 你不能说我先去安装 我再去采购吧 所以呢 它是满足 先取得商品控制权 之后才去接受 与之相关的服务的 三是 这个商品的成本 占预计走成本的比重比较大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有点夸张 800万的一个电梯 是不是占我总价款的比例 是比较重大的 第四个 企业自第三方采购这个商品 且未深入参与其设计和制造 对于其包含该商品的履约义务而言 企业是主要的责任人 这个企业从第三方去采购了这个电梯 这个电梯是企业去设计和制造的吗 没有 它只是从第三方买来买来的 那么对于我包含这个商品的履约义务而言 我企业是我主要责任人 这个电梯买的好不好 都是我企业是一个主要的责任人 那么这四项满足了以后啊 才能够把它扣掉 如果是不成比例的话 才能把它扣掉 那么这里呢 简单的了解一下 理解一下就行 计算的时候 我们不成比例的把分子分母都解掉 这个部分就行了 看一个例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安电梯的这个例题 某八年十月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为客户装修一栋办公楼 并要安装一部电梯 这个合同总加垮一百万 这个甲公司预计啊 合同总成本为八十万 这个总成本里边啊 包括电梯的采购成本三十万 某八年十二月 甲公司将电梯运达施工县程 并经过客户验收 客户已经取得了电梯的控制权 满足我们前面讲的四条要求的其实啊 但是根据装修进度 预计到某九年二月才会去安装这个电梯 截至到某八年十二月 甲公司累计发生成本四十万 这个四十万里边是不是有三十万是电梯采购成本 如果我们直接用这个四十万去除以我们的总成本 总的这个成本八十万 那你会发现哎呀 我已经完成百分之五十的这个工作了吗 那实际上在某八年十二月啊 他还没开始安呢 这个电梯采购成本啊 相对预计总成本而言是重大的 那么假设这个装修服务 包括安装电梯构成单向旅业义务 并属于在某一个时段内履行的旅业义务 甲公司是主要责任人 但不参与电梯的设计和制造 甲公司采用成本法确定履约进度 上述金额均补函增值税 这个例子当中 截至到某八年十二月 甲公司实际发生成本四十万 包括电梯采购成本三十万 甲公司认为啊 按照发生的总成本计算履约进度 必然会高估它的实际履约程度吧 因此在确定履约进度的时候啊 将电梯的采购成本 你肯定要把它剃掉 对吧 排除在已发生成本和预计成本之外 分子分母全部剃码 分子减三十 分母减三十 对吧 同时按照这个电梯采购成本的金额 去确认相关的收入 这个合同中啊 这个电梯不构成单向旅约义务 它的成本相对于预计总成本而言 是重大的 甲公司是主要责任人 但是未参与到这个电梯的设计和制造 因此 甲公司在客户取得这个电梯控制权时 按照这个电梯采购成本的金额 去确认转让电梯的一个收入 这些都是在讲我们刚才讲的 不成比例的四种 是个条件嘛 那么因此 带某巴尼十二元 这个合同的旅约进度 现在是多少啦 上面总成本四十 是不是减掉三十 下面总的成本是八十 那么它的旅约进度算出来 应该是百分之二十 我应该确认多少收入啊 我的总的收入 是不是要扣掉三十去确认啊 乘以百分之二十 这是我安装部分的收入吧 那么再加上我电梯的这个部分 是四十四 那十二月的成本呢 八十万的总成本 减去三十万的一个 电梯成本 去乘以百分之二十 就是我安装部分的成本嘛 再加上三十的一个成本 四十 那你会发现 我的收入确认了三十的电梯成本 采购成本 然后我的成本 是不是确认了三十的一个采购成本 那么收入减击成本 是不是抵平啊 关于抵购电梯这一块 假公司 它是不是去赚了 对方客户的钱 没有 我们认为呢 这种采购 就是纯采购 按照成本采购 就可以了 但是它要体现在 你的收入和账上 抵平就行了 好 注意 对于每一项旅约义务啊 企业只能采用 一种方法来确定 旅约进度 你不能又用投入法 又用产出法哦 你只能采用一种方法 并加以一贯的运用 对于类似情况下的 类似旅约义务 那你就应该采用相同的方法 确定去旅约进度呗 这些都很简单 旅约进度确定以后啊 你是不是就完事了 万事大吉了 不行 在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的交易价格总额 乘以履约进度 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的收入后的金额啊 去确认当期收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具体的公式 本期确认的收入 它等于合同的交易价格 去乘以什么 旅约进度 这个旅约进度 我们用的是 已完成的一个成本 去除以总的预计总成本 那么合同的交易价格 乘以我的旅约进度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应该确认的收入总额 现在我们要计算的是 本期确认的收入 是不是要把以前期间 已经确认的部分给减掉啊 剩下的就是我们本期确认的收入呗 本期确认的成本呢 也是一样的方法 计算一个总的目前的成本 在减掉以前期间已经确认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和我们股份支付的那里很像 当这个旅约进度啊 不能合理确定的时候 你本来能够合理确定 你现在又不能合理确定了 那么这个企业啊 已经发生的成本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应当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 去确认收入 直到旅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预计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是我们准则啊 对不能合理确定旅约进度的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 如果你不能够合理确定旅约进度 那么你的收入就不能随便去确定 随便去确定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收入确定的时候 是不是按照旅约进度去相承得出来的 那你现在你旅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 那么我的收入就要严格规定 比如说 我已经发生的成本一百万 那我预计啊 能够得到补偿的金额 假设是一百万 就说未来能收回一百万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确认收入啊 就是一百万 如果说你能收回来一百二十万 你预计啊 能够得到补偿一百二十万 但是你现在啊 你的旅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 那么你只能 确认一百万的收入 你不能确认一百二十万 如果你现在 能收到五十万的一个补偿 那么你确认收入啊 你就能确 只能确认五十万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哪种方式 你确认收入的金额 绝对不会高于你的成本 是这样吧 绝对不会高于你 已发生的一个成本 直到你未来和旅约进度 能够合理确定了 那么再按正常的往下走 这就是我们准则 对于你旅约进度 不能合理确定的时候 收入的一个严格规定 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啊 企业应当对旅约进度啊 还是要进行一个重估嘛 这个重估变化 我们把它作为会计估计的变更啊 会计估计变更 除了某一时段旅行的旅约义务以外 剩下的就是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义务呗 那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义务 我只需要在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十点 去确认收入就可以了 是吧 一锤子吧 那在判断这个客户啊 是否已经取得商品的控制权的时候 准则也给你提了一些参考 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六种六种迹象 这六种迹象 你不用去刻意的去背 你只要理解就行了 理解就行了 那这六点呢 其实它就是围绕着 判断这个客户是否有能力去主导这个商品的使用 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这不就是我们控制的定义吗 第一个 企业就该商品享有限时收款的权利 对应到客户就是享有啊 这个富有限时付款的义务呗 那我这个企业都有限时收款的权利 我想收就收来了 也就是说我的控制权肯定是转移给你了 要不然我怎么会有这个权利呢 是这样吗 第二 企业已经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 这个客户已经拥有这个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那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所有权和控制权它不能画等号 是吧 你有所有权你可能没有控制权 你有控制权你可能没有所有权 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它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啊 它没有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是绝对的控制权发生转移 那比如说和下边实物转移相对的 它是一些不动产的话 不动产的话 那么所有权发生转移 那肯定就表明我控制权发生转移了 那下面动产 接已将商品的实物转移给客户 这个客户已经实物占有这个商品了 那么也可能表明我已经获得控制权了 我用的是可能表明 这里要注意两项非常特殊的安排 一个是委托代销安排 一个是售后代管商品 这两个是我们讲的迹象三里边 也就是说把这个实物转移给客户 它的控制权发生转移的两个特例 一般情况下 如果这个实物转移给了客户 这个客户就实物占有了这个商品 那么就代表控制权发生转移了 客户已经取得商品控制权了 但是但是 委托代销安排和售后代管商品 它可能发生了实物转移 或者是没有发生实物转移啊 它不能代表控制权发生转移 那么待会儿我们会展开的 对这两项安排进行讲解 并且有相关的立体 第四 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转移给客户 客户已取得这个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这是以前我们老准则的时候啊 就比较强调风险和报酬的一个转移 第五 客户已经接受了这个商品 就认为这个商品没有什么问题了 已经接受了 其他 那么其他的这些啊 都是简单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重点看一下 第三 第三 已将商品实物转移给了客户 那么是不是就代表控制权发生转移 待会儿看第一题 先看一下18年的一个多选题啊 很简单 在某一个时点旅行的旅游义务啊 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候 确认去收入 在判断客户啊 是否取得这个商品控制权的时候 我应当考虑的迹象有 刚才不是讲了六个迹象吗 A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B 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把定所有权 C 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D 客户就该商品付有现实付款 A B C D 是不是都是啊 简单的很 18年就是一个总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讲的 第三种迹象里面 控制权发生转移的一个特别考虑啊 那么实物 已经移交给了客户 啊 已经转移给了客户 那是不是就代表控制权发生转移呢 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讲的 第一个 委托代销安排 这种委托代销安排啊 什么意思呢 我有一个委托方 一个受托方 我这个企业啊 将我的商品 委托给受托方 去帮我卖 帮我卖 这叫委托代销吧 那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实物 已转移的 动作啊 因为我委托方要把商品 先给你受托方 你才能够去替我卖嘛 但你能表 你能肯定说 这种委托代销安排 它的控制权 发生转移吗 不一定 这是实物已经转移了 但是控制权 还没有发生转移的一个特殊情况吧 好 那么这个委托代销安排啊 就是指委托方和受托方签订 代销合同的一个协议 委托受托方向终端客户去销售商品 那么在这种安排下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你要先去判断一下 判断啊 这个受托方 它有没有获得 到底有没有获得这个商品的控制权呢 就说在这种安排下 企业 委托方应当先去评估一下 受托方在企业 向其转让商品时 是否已获得了 对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就是我这控制权到底有没有转移它 如果说这个受托方没有获得对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比如说我以收取手续费的方式委托代销 我的委托方这个企业 把商品给受托方让他帮我卖 卖多少件呢 我给了他100件 你去卖好了 然后我给你定一个价格 比如说我这个120元一件你去帮我卖啊 那卖出去一件我会给你一些手续费 卖出去一件我会给你一个手续费 如果你这100件产品没有卖出去啊 你还可以退回给我 这叫以收取手续费的方式委托代销吧 很明显这个商品还是属于我们委托方的 控制权还是在我们委托方的 因为受托方卖不出去还要再回来的 那么受托方他只是帮我去卖 他并没有获得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是这样吗 叫做受托方没有获得对商品的控制权 还是在委托方 那么企业不应在此时确认收入 通常应在受托方售出商品的时候 确认销售商品收入吧 也就是说我这个委托方把商品给你 我给这个受托方的时候是不是能确认收入 不行啊 因为这个商品受托方只是帮我卖 卖了吗 还没卖出去 等这个受托方他卖出去以后 售出这个商品的时候 我委托方才能够去确认销售商品收入 那受托方呢 他应当在商品售出去之后 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方法去计算 确定我手续费来确认我的收入啊 因为他的收入就是手续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的受托方他是没有获得对商品控制权的 第二种情况 这个受托方他获得了对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啥意思呢 视同我买断了 我这个委托方把这一百件商品给了受托方 给他的时候我说啊 你这一百件商品 你想卖多少钱 你就卖多少钱 你卖不出去啊 你也不要再给我了 那么受托方啊 其实就相当于我买断了这些商品 我支付了一笔价款 我买断了这些商品 其实和正常的销售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太大一个区别 这个时候啊 企业啊 在将这个商品给收托方的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按照销售商品来进行会计处理啊 我要确认收入结赚成本吧 此时他直接就不属于委托代销安排了 只有这种情况 其实才属于委托代销安排 我收托方没有获得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我15已经转移了 但控制权可能还没有转移哦 这个表明一项安排啊 是委托代销安排的迹象 包括 代步限于 以下三种情形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在特定事件发生之前 例如像最终客户出售产品或指定期间到期之前 企业拥有对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也就说我这个委托方把产品交给收托方 在这个受托方还没有卖出去这个产品之前 我委托方还是有这个商品的控制权的 我没有转移 第二 企业能够要求将委托代销的商品退回 或者将其销售给其他方 你受托方卖不出去 你没本事卖出去啊 那我可以把这个商品带退回来 带给我 我去找别人卖 那也就说明我控制权没有转移 第三 尽管经销商受托方 可能被要求向企业支付一定金额的押金 但是其并没有承担 对这些商品无条件付款的一个义务 这个押金啊 和你控制权有没有发生转移 没有什么关系 好 这是一些迹象啊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 甲公司与丙公司啊 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甲公司委托丙公司销售W商品200件 W商品呢 已经发出每件成本啊 60元 合同约定 丙公司啊 他已经订好了 每件100元对外销售 这是委托方给他订的一个价格 这个甲公司按不含增值税的销售价格 10% 向丙公司支付手续费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以收取手续费的方式委托代销呗 那丙公司对外啊 他实际上卖了100件 他给了他多少件 他给了他200件 他卖了一半呗 这个丙公司啊 他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销售价款 按他要求来的嘛 每件100元 会有一个1万元的一个销售价格 还有一个增值税 1300 款项已经收到了 这个甲公司收到丙公司开启的代销清单 收到这个代销清单的时候 我去确认收入嘛 向丙公司开启一张相同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除了上述情况外 不考虑其他因素 根据上述资料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委托方和售托方应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首先来看委托方 委托方假公司啊 他首先要做一笔分录 发出商品 如何做呢 借发出商品 代库存商品 也就是说啊 把你库存的这个W商品 转到发出商品当中去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分录啊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W商品 是不是从你假公司的仓库里面 到了本公司的仓库啊 你仓库里现在是不是没有这笔 这些这个商品了 虽然说你的控制权没有转移 它还是你企业的商品 还是你企业的存货 但是它不在你的仓库里了 你必须要在账上体现出来 我们怎么做 把它转到发出商品 多少件 他给了他200件 200件 那么每件成本不是60元吗 那么200去乘以60 12000 一定注意控制权没有发生转移 它没有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吧 这个委托方只有我在受托方 卖出去给你开去代销清单的时候 你是不是才能够确认收入啊 你现在只能做一笔发出商品的快据分路 那你会看到这笔分路 不管是发出商品还是库存商品 它都是存货类的科目 那么整个科目有没有影响你的存货总额 不影响 不影响你的存货总额 为什么 因为你控制权没有转移 你没有确认收入啊 它还是你的存货 只不过我们用了发出商品这个科目 来反映这种委托代销的一些商品 第二 后面呢 他不是卖了100件吗 收到了一个代销清单 同时我发生增值税 那是义务啊 那他卖了多少件 100件 100件 他用多少钱卖的 100元 所以会有一个贷主营业务收入 W商品 营销税费 营销送付税 销项税额 1300吧 那你应收 丙公司的账款是多少 11300 这是你有权收取 丙公司的一个价款吗 对吧 因为他帮你卖了 100件的产品 他只是委托代销 你这些钱是你的 卖的这个钱是你的 同时要去结缠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W商品 6000 带 带什么 不是库存商品哦 因为你已经把这些库存商品 转到发出商品了 所以冲的是发出商品 6000 注意不能用库存商品啊 那同时啊 你要支付给丙公司 手续费啊 这是人家的收入啊 是吧 按照你销售的金额的10% 之10去支付你的销售费用 是这样吗 那是多少 1万去乘以10% 是1000吧 这种委托代销 就委托别的单位帮你销售 是你自己卖的不好 或者是你自己懒 能让别人去给你卖 事实上 它是一种 让你的产品卖的 比现在要好一点的方法 所以我们走的是销售费用 那么这个销售费用 它也是增值税 和算的一个范围嘛 所以会有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销售费用 不是收入啊 它不是一个销售费用 它是一个净项税额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你的采购 如果你不太能理解的话 你可以把这里认为呢 它是一个采购 采购了什么 采购了丙公司的一种 销售服务 你采购了一个服务 所以它会有一个借方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净项税额 对吧 6%的一个服务 1000 是乘以6% 那么这笔款项 要发生在 代方 应收账款 比公司把它充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用应付账款的话 就多此一举了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现在不是应收饼公司 11300吗 那你现在又要去支付给饼公司 1060吗 你直接去充你原来的应收账款 不就行了吗 去充原来的应收账款 就不用多此一举去走应付账款 直接充应收账款 你最后给这个饼公司的是一个净额 好 再往下 也就是说 我收到饼公司支付的这个款项 收到 收到 收到饼公司支付的一个款项 就是一个净额 就是你原来应该收11300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你要去付给人家饼公司1060吗 10300减去1060 就是1024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饼公司售投方 他的账务处理 那么饼公司 他首先要收到一个商品 那么他收到这个商品 能不能作为自己的存货处理 肯定不行 为什么 因为控制权没有发生转移 它是属于委托方的存货 它不是属于我们受托方的存货 但是现在这批商品 确实在你饼公司的仓库里存着 那我们需要在账上反映出来这些商品 那我们用的是 借售托代销商品 贷售托代销商品款 那售托代销商品呢 我们会在资产负债表存货下面进行一个劣势 贷售托代销商品款 也会在存货下面进行劣势 是一个抵减项 那么一增一减 综合来看 整个饼公司存货是没有增加的 但是通过这两个科目一做 我们就知道 这个饼公司 它有受托代销的这样的一些商品 不能作为企业的存货 但有这些商品 好 那对外销售的时候 对外销售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带受托代销商品 把它销售出去 销售出去 那会收到银行存款多少 11300 会有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这个销项税额1300 是饼公司给消费者开票 是吧 那么会收到这个款项 同时啊 它收到增值税征印发票 会开具一个代销清单 这是假公司开具给饼公司的 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的一个票 还记得我们之前做过的吧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300的票啊 是假公司开给饼公司的吧 那么饼公司收到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 同时呢 它会有一个借方 售托代销商品款 假公司 把它充掉 带什么呢 带应付账款 这个应付账款 就是我实际上 要支付给 假公司的款项呗 支付给假公司的一个款项 那么支付款项 并计算 代销手续费 最后我这个款项 是不是支付给 假公司了 11300给它充掉 那同时带什么呢 带银行存款 10240 为什么 我支付出去只有10240 因为啊 它会有一个 其他业务收入1000 收到啊 收到啊 还会有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项税额60啊 它和我们之前 委托方这个 是不是 这个匹配的 这个假 公司收到 银公司的款项 不是10240吗 是以金额结算的吗 所以这个银行存款 肯定是10240 那应付账款充的时候 肯定是11300啊 同时确认 其他业务收入 这个手续费 啊 那么会有一个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项税 60 那你看 这个银公司 所有的这个增值税啊 只有这个60 是出来的 那么前边的 有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300 是银公司给消费者开票 然后收到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金额税额1300 是假公司开给银公司的 那么 镜项和销项一抵 也就是说 我整个销售环节 税负 是不是为零啊 我只需要交我 我收手续费 这部分的增值税 就可以了 我只需要交 我收手续费 这部分的增值税 就可以了 因为手续费 这块才是我真实的一个收入 其他销售环节 我只是代销 是这样吧 好 这是委托代销